好 韋明剛看到的是先PC討論NVIDIA的 這一個股價的效應 他這一回合不只是自己個股飆漲 帶動美國科技股飆漲 事實上也帶動了台股這波反彈 確實因為畢竟AI就是整個目前全球金融市場 最重要的一個題材 那我們也看到了黃仁軒在禮拜六的時候 那到台大也是我的母校演講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演講 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去看 他在裡面強調了說 未來的AI會改變所有的產業 讓整個電腦產業重生 是臺灣的黃金契機 因為他提到了二零二三年的畢業生 就跟他當年畢業的情形是一模一樣的 當時他的畢業年份 就是剛好是個人電腦 IBM的個人電腦跟Mac的麥金卡電腦 剛要崛起的時刻 而二零二三年就是AI的起飛元年 所以他鼓勵了台下所有的學生 一定要好好的去掌握AI 那這六個重點 當然除了掌握AI以外 也分享了NVIDIA他自己的故事 那你要謙遜地面對錯誤 那你也要為了自己的願景 而懂得犧牲跟取捨 那也要認知到在整個創新 跟進步的過程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更重要的金句就是 Don't walk wrong wrong don't walk 那就是要避免行走嘛 你要跑起來 那你要嘛就是當劣使者 要嘛就是避免被劣使 當然這一句話在英文的原文上面 是有一些可以解釋的空間 我真的蠻鼓勵大家去看的 那另外我們還是回歸到金融市場 來觀察NVIDIA的股價因為財報優於市場的預期 所以大漲單日直接飆漲二十五Percent 原因就是因為在這場AI戰爭裡面 NVIDIA是唯一的軍火商 GPU的供應商只有這一間 而且NVIDIA在過去十年裡面 一直在這個市場裡面不斷地投入 所以除了系統 還有軟體 他們還有晶片 是一家全方位的解決公司 所以NVIDIA竟然是唯一的軍火商 那當然他的股價 就可以享有更高的本益比 不過我們要提醒大家 他的競爭對手AMD也會開始搶佔市場率 另外在這一波的AI 也有分析師認為可能是一個泡沫 因為畢竟AI公司的估值都相當的高 這不代表AI不重要 而是在估值上面 可能大家需要稍微留意一下風險 但是無論如何 NVIDIA真的是創下了美國 有史以來最大的單日漲幅之一 至少排進了前三名 那麼也帶動了相關的供應鏈 像是Advantest 還有應用材料 柯林研發的股價 整個供應鏈的股價 都是往上飆漲的 那這一個消息呢 甚至還有可能會即將上市的 英國晶片製造商安某 帶來進一步的激勵 因為整個產業都可以享有更高的本益比 但是呢 我們看到了中國 卻在上個禮拜 因為網路安全的理由 去封殺了美國的基地體廠美光 那美國的商務部長 Ramondo就已經做出回應 表示呢 美國沒有辦法容忍中國 對於美光這樣子的禁令 而且呢認為中國是在沒有任何事實的依據之下 對單一的美國公司去做出制裁 這是明顯的經濟脅迫 所以美國不會容忍 會跟所有的合作夥伴 密切合作去因應這樣子的挑戰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了 包含像是Ramondo 跟日本的經濟產業大臣 在底特律會談完以後呢 發表出的聯合聲明 也提到了 美國跟日本會加強先進晶片的合作 那對於整個G7來講的話 跟中國呢 大家都同意是去風險 而不是脫鉤 最重要的是認清 並且解決破壞半導體供應鏈 任性的半導體生產太過於集中的問題 那麼呢 在美歐聯手的過程裡面 當然就是要去解決中國的經濟脅迫 所以呢 美國跟歐盟正在去做 共同制定對外的投資審查 就是要限制中國的半導體啊 人工AI 還有一些敏感的科技領域 被一些怪國的外資去投資 那為了要 那同時當然美國也要避免說 我們的G7 我們的這一些民主陣營的國家 陷入了半導體產業的補貼競賽 所以呢 歐盟跟美國也完成了一個 分享補貼訊息的透明機制 很明顯的 這個現在的晶片 就像是過去一段時間 過去十幾年來的石油 這樣子的資訊 是必須要去透明的 那麼呢 在整個中國已經宣布了 叫禁止美光以後 很多的中國關鍵訊息的 基礎設施營運商 都被禁止向美光採購產品 像是浪潮集團 聯想集團 這些都是中國最大的伺服器製造商 都已經要求供應商 必須要停止出貨那些 含有美光技術的晶片模組 可是呢 在我們看到了 這樣的事件發生以後 實際上面 中國禁止美光的記憶體 它是提高了美中之間的衝突 那麼也提高了 其他科技公司 對於中國的擔憂 而且分析師認為的是什麼呢 中國想要尋找 這些替代廠商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像是高通 像是NVIDIA 像是Intel 像是AMD 生產的關鍵產品 中國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替代品 所以中國沒有能力 在對美國下禁令的情況之下 又不傷害到自己 而這樣子 美國對於中國的科技圍堵 持續強化 那中國的進口數據 也反映了這樣子的趨勢 今年前四個月 中國半導體的進口值 竟然是年減25.6% 這也顯示了 中國半導體的進口 是持續低迷 那麼在美國封鎖中國的晶片之後呢 也有另一個聲音是說 由於這樣子外部的脅迫增大 所以中國會開始 所謂走向的晶片的自給自足 那麼現在當然是轉向生產 更多的傳統晶片 因為畢竟他們的技術要求 沒有這麼的高 那要滿足的就是汽車製造 跟家電製造 那一些比較沒有用到 這麼先進製程的晶片 中國在未來 當然是會走向 自給自足的方向 可是在未來的十年裡面 中國在先進製程上面 是沒有辦法做出突破的 而中國的商務部 當然也想要拉幫結派 所以跟南韓的產業通商部的部長 也是做了會談 會談完以後 發表了共同聲明 那中國當然也是提到了說 要加強半導體的供應合作 可是南韓竟然在聲明裡面 一個晶片的字都沒有提到 所以代表是說 南韓想要跟中國做生意 可是又不想要得罪美國 那麼呢 在三星未來要去追趕台積電 因為你要鞏固你的先進製程 你要鞏固你的晶片 晶圓的產量 所以呢 他要學習台積電建立半導體的生態系統 預計要在未來的二十年裡面 砸三百兆的韓元 大概一年是三千五百億 那什麼叫做產業的生態鏈呢 其實就代表是說 全世界各個的供應商 都會圍繞在總部 來去配合一起研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全球都在為確保晶片而努力 誰掌握晶片 誰掌握AI 誰就掌握下一個世代的科技話語權 好 我們稍後回來